火盆里的黄纸焚烧的纸灰 飘飘扬扬地飞在半空中 像是黑色的雪遮住众人的视线 宁欲望着不动声色的两人 眉宇微宁却什么话也没有说 是处离失礼了 就在气氛紧绷 众人叙事待发准备有突发状况 就突然撤离的时候处离却微微一笑 对着苏清云拱拱手 离只是觉着既然夫人要受人的香火 不妨便把香火直接送到棺材中多好 还省得麻烦事了 他这解释实在没有半点诚意 然而这已经是处世子的礼让了 苏清云也不想这个时候找麻烦 在众官员跌破眼镜的时候 还能镇定依旧 世子的苏清云心领了 眼看快到开席的时候 苏清云寒暄着留处离用膳 世子来都来了 不妨用过膳再走 本是客气话 谁都听得出 话里真心实意的成分实在没有多少 他不过是作为主人客气的礼貌寒暄 谁知道处离竟然像完全没有听懂一般 指骨分明的骨节轻轻有节奏的敲打着轮椅的扶手 处离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来 那处离便叨扰了 众人又是一愣 这个处世子什么时候连寒暄都听不出来了 苏清云也没想到 处离竟然会这样回答 一时不妨脸色便是一僵 莫非苏大人不欢迎 来这时刻 哪有不欢迎的道理 世子请 苏大人请 两人隔着距离 就去了前院 已经摆上的席面上用膳 宁玉久久地站在前厅里 隔着灰色的灰烬 深深地看着苏木槿 苏木槿仿若未觉 苏云锦的眼神一直落在宁玉身上 眼看着宁玉一直盯着苏木槿 连眼角都没有给他一眼 他眸子里就闪过一丝怨毒来 宽大的麻衣袖子里 一双拳头死死地握在一起 宁玉眸子十分复杂 看了一眼苏木槿 又侧手望了一眼 跪在苏木槿身边的苏聪 一瞬间 毛子变得极为深沉 他这样直白的 没有掩饰的视线 苏木槿就是再想装作 没发现也不行了 他平静地抬起头 跟宁玉对视 声音波澜不惊 世子爷该去前院用膳了 宁玉反应 呼一下慢了几拍 许久之后才点点头 人都走光了 你们也不必当真就归一整天 你身子受得了 孩子也受不了 等会儿没人的时候 去歇息一下 倒是没有想到 宁玉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苏木槿微微挑眉 一抬头就接触到 宁玉关切的毛子 他侧手瞧了瞧 跪了大半天 一脸菜色的苏聪 心里有些纠疼 聪儿累了吗 聪儿不累 他声音已经有些有气无力了 但是听着大姐姐这样问 还是勉强回答 苏木槿瞧着外厅里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 他也没必要伪装了 直接起了身 把聪儿给抱了起来 聪儿累了 就在姐姐怀里睡一会儿 等会儿姐姐带你去找吃的 聪儿到了苏木槿的怀里 身子直接就软了下去 软啪啪的 趴在苏木槿的肩头 无神的眼睛 看上去十分招人疼 宁玉的毛子微微一伸 划过一丝淡淡的情绪 聪儿小小的下巴 在苏木槿的肩头摩擦了一下 就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睡了过去 苏云锦瞧着人都走光了 也起了身 只有苏云锦 小小的身子跪在那里 看上去有些可怜 三妹妹也起来吧 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去厨房寻些吃食 垫垫肚子 等会儿回来 再接着首领 因为苏青云讨厌和尚尼谷的原因 刘氏的死并没有请人做罚 只是最简单的祭拜就完事了 这场面连普通人家的葬礼都不如 苏木槿抱着苏聪回了锦园 回到锦园的时候 苏聪已经睡着了 苏木槿就把他放在屋里休息 让生肖看着 以免他醒来看不到人心里不安 简单的用了个午饭 苏木槿让生肖打了一盆水擦身子 天气太热 他跪着一动不动 都出了一身的汗 尤其是身上的麻衣 穿在身上 刺得皮肤痒得难受 擦好身子 换了身棉质吸汗的衣裳 苏木槿就带着紫罗和紫玉 打算回前厅去 他还真不想给刘氏首领 他真心不配 只是他通奸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说出去的 这事捅了出去 最终伤的还是苏家的颜面 弄不好 爹爹还会被御使们弹劾 出了院子 刚好经过壁池院 听到壁池院中 一阵阵的喧哗声 自刘氏暴毙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壁池院便被封了起来 壁池院里的丫鬟婆子 全都被关在院子里 不许走动 也不许进出 院子里有孙嬷嬷这样的心腹 知道刘氏死的真正原因 他是万万不能留的 苏木槿猜也能猜得到 父亲的打算 这院子里的人是留不得了 他们的结局 不是被打发着卖了 就是一个死了 只是父亲 既然只是封了壁池院 想来是暂时 还不打算动手的 那院子里的喧哗 是为了什么 苏木槿停住了脚步 姑娘 奴婢去瞧瞧出了什么事 子罗是个精明的 瞧着苏木槿的步子 停了下来 就自动请应 问清楚些 是 子罗在壁池院门口 和门口的婆子 说了两句话 那婆子瞧着 立在不远处的苏木槿 又瞧了瞧子罗 想起昨儿个锦园里 他训斥看门婆子的话 婆子咬咬牙 放了子罗进去 老爷也只是吩咐 不让壁池院里的人进出 可没说不让旁怨的人进去 而且老爷最疼的人 就是大姑娘 如果老爷真的生了气 他大不了把大姑娘给推出去 这样一想 婆子便测了测身 对子罗道 子罗姑娘快些出来 奴婢得了老爷的吩咐 万一老爷怪罪下来 奴婢担当不起 妈妈放心 不会连累您的 子罗闪身 并进了院子 苏木槿闲闲的 倚在假山上 仰头看着阴沉的天空 今年的天气 热得比往年都早 假山后 是一个小小的小河 小河里栽了莲藕 连夜仿佛 昨夜一夜便长大了 有翅膀透明的蜻蜓 盘旋在湖面上 轻轻地飞 蜻蜓飞得低 便是要下雨 看来这雨还有得下 她正想着 突然听到壁池院中 传来一声声 震天的哭泣声 苏木槿听着 那嚎啕的大哭声 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身后的紫玉就转头 去瞧壁池院的动静 没多会儿 就瞧见紫罗 面色十分难看的 从院子门口 快步走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哭得这样大声 若是被有心人听了去 还不知道要传出 什么样的话来 是壁池院的孙嬷嬷 跟院子里的丫鬟婆子们 散播谣言 说老爷把壁池院的人 控制起来 就是想解决了他们 孙嬷嬷嘴巴厉害 再加上老爷 一句话没有交代 就把壁池院给封了起来 所以现在被孙嬷嬷 给煽动得人心惶惶的 一个个都闹着要出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扶着假山站直了身子 问紫罗 你是怎么处理的 奴婢把院子里的人 聚拢起来 跟他们说 老爷行事 自有老爷的道理 我们是家商子 要么就是从府外 买回来的 卖身器都在苏管家的手上 本来就是苏家的奴才 既然是奴才 就应该遵守本分 不要听风就是雨的 妄自揣测主子的心思 至于孙嬷嬷 奴婢让人堵了她的嘴 捆了起来 说完紫罗 有些不安地看着苏木槿 他毕竟年龄还小 就是在老城 有些事情 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 还是不对 苏木槿 给予适当的夸奖 笑道 做得不错 紫罗面上的黄人 就退了下去 露出一抹笑来 可瞧见秋月了 瞧见了 紫罗入府之后 就把后院的一些关系 给整理个清楚 尤其是主子身边的大丫头 都了解了一遍 听到苏木槿问起 她就回答 方才还是秋月 帮奴婢说话 才镇住了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奴婢出门的时候 秋月还让奴婢给您带一句话 紫罗犹豫着该不该说 什么话 秋月说姑娘的大恩大德 她无以为报 只希望您能多照看她的家人 还说她哥哥喘病还未痊愈 以后便劳姑娘多费心了 紫罗犹豫着说完 偷偷打亮苏木槿的神色 生怕她生气 秋月这一番话 实在是说得眉头眉尾 她本也不敢妄自传话 可那秋月十分真挚 还跟她说 她传了话 姑娘绝不会怪罪她 她一时心软 便真的传了 紫罗心下坠坠 不知道自己这一番话 是不是传错了